我以为咱们这就已经够乱了 没想到 这不是很常态吗 我已经把这里整理得很好了 对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 你至少能找到杯子 对 找到了六个 就是厨房的收纳出了问题 这真的很普遍 无论我爷爷家 还是我外婆家 还是我自己家 都是呈现这个样子在我们厨房 厨房的乱是祖传的 对 祖传 代代相传 对 其实父母那一代物资比较匮乏 所以他们就不舍得扔东西 或者是经常囤东西 但在物资太丰富其实也不好 然后做西餐的这种各种香料这种 我们买回来想做个蛋糕 又要买一大堆的东西 我们那些烘焙的工具 一入烘焙深似海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特别喜欢烘焙 他买的烘焙的东西 在厨房里已经放不下了 直接放在了他的衣帽间 他的衣帽间隔出了一个空间 专门放烘焙的那些东西 对 他那些工具真的多了 其实这些问题呢 我们只要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我们的厨房的空间 其实就能多出来一半 多出一份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是完全交给他们收拾的 本来我有一个区域 是那个厨房有柜子什么的 旁边有一个那种架子 那个架子本来放满了东西 后来他们收纳完了以后 然后这个架子整个给我空出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要把这样的幸福的感受 带给大家 怎么样才能做到 零装修 就让你的厨房收纳空间 扩大 扩大 再扩大呢 不只是扩大空间 厨房是我们每个家庭 传递爱的地方 就一定要有家庭温暖的气息 才能让我们生活更加的和睦 然后煮出来的饭 才会带有爱意 然后每个人在家里 真的特别特别幸福 哎呀 你们说的都那么好 但是你说那有的家里面 厨房就那么小 你怎么办呢 我们不要光说不练嘛 对啊 不要练起来吗 练起来 现在就练起来 那我们就准备一些道具吧 我们边操作 然后边考验 然后教大家怎么样来收纳这个空间 好不好 有很多厨房的空间是被浪费掉的 那浪费掉的空间呢 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 让大家看我今天带来了一些工具 有正确的 有错误的 那我告诉大家 什么是正确的 首先大家看 这边有一个像推车一样的东西 置物架 对 它可以下面带轮子 也可以窄一点 对窄一点 长一点 这都没有关系 这种东西在网上可好买了 很多 各种大小型号的 对 其实它就是厨房空隙的收纳 连厨柜和冰箱之间那点缝都得用 对 对 然后我们那个瓶瓶罐罐 然后这些东西不用放冰箱里面的 我们就可以放在那里了 拓充一些空间 这是在厨房里面比较容易忽略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厨房的墙面上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 也可以找类似的 比如说像不锈钢的 那些有各种各样 琳琅满目的 那它这个呢 就是上面可以摆一些 也是调味料 盐罐子 对 然后这边这个孔是可以插刀 各种刀具 对 这边是筷子 勺子 然后这里面是 调料 对 调料的 然后大家看这里 下面这里你可以挂 各种锅铲 这些东西挂在那里 然后小抹布也可以搭在这边 所以就很多东西都可以利用起来 所以它是什么 吸在那个墙面瓷砖上 可以 一般我建议大家是要买那个打孔的 好 尽量牢固 对 所以大家可以钉上去 那钉的时候你可能担心那个 墙面会破坏 我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你把那个瓷砖上面贴一层胶布 然后那胶布上面画好十字花 胶布是 透明胶布 透明胶布 透明胶袋先贴上 然后再去钻孔 这个时候这个瓷砖就不会坏了 不会碎 不会碎了 然后呢 看它在玩的这个东西 摆弄这个东西 这个是洞洞板 放那些杂物 或者小女生的那些小东西会比较好看 这个不建议把它放在厨房 因为它这里面的洞洞会吸油烟 然后油烟进去了以后 我们真的很难吸 好可怕 对 厨房里的那边边角角呢 就是比如说那个转角的那个小角落 这样的地方还能用吗 对 可以 转角的那个柜子里面的有一些隐藏区域 其实我们要把那一些不常用的锅 就可以放里面 当它想找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把它给拿出来 对 这些都可以利用上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些什么边边角角 鸡角 嘎啦 包括墙面上都用好了之后 我们的面积就可以扩大一倍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可以结束了 没那么简单 其实厨房里面还有很多空间是浪费的 比如说吊柜 我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就是你们家里的吊柜都是怎么放的 我们家的吊柜之前就是放的是干货您说的 然后上面可能是奶粉 放在那个最上面那个 然后需要取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取下来 我其实把一些就是前面说的烘焙用的一些 平时不太有 因为蛋糕不可能天天做 把这些小工具什么 还有这些那个做布丁蛋糕的这些原材料 我都塞在这个上面 我是在上面呢 有我妈妈喜欢囤的那些冬天的那个暖水壶 可以便携带出去的这种 那到夏天的时候 它会突发就有很多个 就全都放顶上 还有我们喜欢出去浇游 会有很多那种local的盒子 仓盒 然后还有宝宝 我们现在也放了很多仓盒 对 还有宝宝出门的便携的腐蚀仓盒之类的 但是我会就是在顶上会放一些特别神奇的东西 比如说就我有好多那种油嘛 然后把菜籽油会放到那个最上边 而且还会放那个厨房纸 就把那个厨房纸放到最上边 好多的 好多的 好多的